优优独播剧场——YoYo 第四研的研究所出身的一组 这个研究所指培养四叶家的人 由东道轻波作为赞助从而运营 第四研的研究主题是 利用精神干预魔法进行精神改造 以此赋予和提升魔法能力 因此四叶家中存在两种类型的魔法师 擅长精神干预系魔法的魔法师 以及天生具备强力特种魔法演算领域的魔法师 例如四叶深夜擅长精神干预系魔法 而打野则具备强力特种魔法演算领域 四叶家的本家位于旧长野县和旧山梨县之间的一个小村庄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除非突破结界 否则无法进入这个村庄 所以他本身没有明确分配住所 然后就是四叶家的分家 分家有斯波、黑羽、新发田、金九夜、追夜、真才、武仓、净等 在斯波家之外表现出色的 还有黑羽、新发田、金九夜 黑羽在第二季访客片初次登场 新发田和金九夜则在原作的四叶继承片中活跃 黑羽家主要负责情报收集工作和暗杀 主要的魔法师有家主 黑羽供、黑羽压叶子、黑羽文迷 压叶子和文迷是双模胎 压叶子是姐姐 他们的父亲是黑羽供 压叶子和文迷很敬仰达野 但他们的父亲供却对达野持有排斥的态度 供认为达野在四叶家是多余的 也不该在这儿 这是因为达野出生时 前代家主四叶应作得知达野拥有 能够毁灭世界的力量 因而认为他太危险 试图杀死达野 供也知道这个情况 所以他的想法和压叶子和文迷的有所不同 不过由于两个孩子很喜欢达野 所以作为父亲 他也尽量不显示出来自己的想法 另一方面 压叶子不仅敬仰达野 还对他有异性间的好感 文迷也可能超越了孙敬 对他有特别的好感 接下来是新发田家 新发田家是一个拥有罕见战斗力的分家 虽然没有使用精神干预系魔法的魔法师 但在纯粹的战斗力方面 是分家中的佼佼者 家主是李 最活跃的是长子圣成 在四叶继承篇中 圣成按照李的指示 妨碍了身血异形 抵达四叶家本家 在这里也可以看到 父辈对打野的反感 圣成身材 魔力都很出众 身高一米八八 比打野的体格更好 魔法师密度操作 基本上没有不擅长的魔法 是像七草那样的万能魔法师 在四叶继承篇中 他曾攻击过身血异形 但他对打野持有一定的敬意 这与家主李的想法不同 新发田家还有两位调整体 乐师系列的第二代 低秦民 低奏泰 以及圣成的守护者秦明 四叶家的守护者制度是 因为真叶被昆仑方苑绑架而引发的 所以本来像圣成这样 明显比秦明强大的成年男性魔法师 是不会有守护者的 这是因为圣成和秦明有特殊关系 在四叶继承篇中正式订婚后 秦明守护者的职责就被解除了 顺便说一下 秦明看起来像个辣妹 而圣成喜欢辣妹 最后是金九叶家 金九叶家是专门使用精神干预系魔法的分家 家主是东哥 长女是西哥 使用精神干预系魔法 是约 使得身血封印了打野的魔力的人 就是东哥 长女西哥在四叶继承篇中 向打野他们提供了袭击的信息 其中部分原因似乎是因为 对东哥使用了是约的罪恶感 金九叶家并没有明确对打野他们采取敌对行动 所以在分家中可能是最对打野友好的 在孤立篇中 金九叶家对客人的誓约通过一个 稳就达到了对魔法阵的完全破坏 而不是部分解除一事 让东哥发疯 接下来介绍为四叶家服务的执事们 由于执事人数较多 为了管理而设立了序列 首先是执事长 也是序列第一位的执事叶山宗教 叶山不仅是执事 也像是真叶的亲信 他从前前代原造时就开始 但是只是从前代鹰座开始就服务于家主 他在幕后支持原造发动的昆仑方月袭击 现在虽然年过七十 但是看起来非常年轻 他的魔法实力不强 但他为打野提供了使用魔法制作的咖啡 似乎擅长精细的魔法 实际上他是包括东道清波在内的元老院的代理人 可能负责与赞助商的联系和监视的任务 但他个人也有服事真业的发言 由于人数众多从这里开始就简单说了 序列第二位的花灵弹马负责粗活 他是四叶招募的魔法师 退役军人 长子兵库目前作为打野的专属知识活动 序列第三位的红林负责魔法师调整设施 是就第四研的管理员 指导了打野魔法工学 对完全调整体的身血进行了调整和研究 序列第四位的青木负责资产管理 承担了购买像Bixie这样的任务 深血被认为是四叶家的人 而打野则是被看作和自己一样的仆人 序列第五位的黑田负责招募和不动产管理 虽然四叶家被认为是封闭的 但如果考虑到第二位的弹马和腾林响子这样的外部招募 可能他们对人才开发还是很热心的 序列第六的白川负责协助夜山 白川夫人是四叶家女性仆人的总管 担任女仆长 序列第七的牧村 担任村长代理 负责村里的不动产管理 不知道村长到底在做些什么 序列第八位的小园 负责管理交通工具等 她是从交通机动队转来的 负责处理村子与外界的接触 在这里序列第三位以上的职士都知道 打野的真实实力和深血是完全 调整体等秘密 打野的地位在四叶继承篇中 因与深血订婚而急剧上升 但在那之前 第四位以下的人都只是把打野 看作是一个普通的守护者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有点复杂的四叶家的家谱吧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熟悉的名字 比如深夜和真夜姐妹就在这其中 擅长侦察和暗杀的共 文弥 亚叶子三人的黑羽家也在其中 为了限制打野的魔法 用深血的魔力 对打野施加了限制魔法失约的 金九叶家也在其中 前代四叶家家主四叶英作 擅长魔法演算领域的分析 是阻止对只拥有分解和再生能力的 打野执行处决的人 可以说是打野的救命恩人 在这里你会注意到 家系中有很多带有东字的姓氏 四叶家的第四言进行研究之前 就有魔法师之间声誉的历史 过去的所有者 以及现在的赞助者东道清波 这暗示了东道清波的家系 与四叶家有着很久远的关系 另外虽然只是名字 但是清波的波也是斯波的波 打野的父亲斯波龙郎 旧姓司马龙郎 是四叶家前代司马 现在的妻子是谷叶 加上他异常的祥子保有量 先祖中可能有东道和四叶的关系 也不奇怪 东道清波拥有一只白色浑浊的左眼 据说能够看到对方的魂魄 是怎样的魂魄 虽然没有被详细描述 但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 与肉体相关的祥子 以及秦帽的解释一类的吧 这里也能发现 能看到的魂魄的眼睛 这与打野的精灵之眼非常相似 虽然东道清波 似乎不能熟练使用这张眼睛 但打野的精灵之眼 也可以被认为是 东道清波那能看到魂魄的眼睛 拓展之后的能力 如果这是通过东道的祖先遗传给打野的 那么打野的眼睛 可能是一种遗传反祖现象 考虑到思甲因遗传反祖现象 而获得对灵子视觉过敏的水晶眼 这个推测是完全合理的 另一方面 东自在任意中也可以阴毒 其发音和拥有 与打野类似眼睛的光宣式 九道相似 九道家的家谱不强 所以也许有关系 接下来让我们聊一聊 一张颇有可以解析之处的图片 这是追忆片中深夜 对四叶家的解说场景 但是有人认为这张图片 可能不是四叶家历代家主 四叶家历代家主 可以追溯到下一代家主深雪 现家主真夜 前家主英座 前前家主原造 从图片上可以看到 真夜和刘海特征的英座 旁边虽然不太清楚 但可以看到男性女性 合服女性合服男性 如果英座旁边的是原造 那么接下来可能是三代前的家主 在三代前的一代中 女性只有四叶采梦一个人 上一代是第一代 所以合服女性和男性 可能是东云真采和司马空灾 真相我们不得而知 但因为参与角色设计的 Jimmy先生转发了这条推文 所以可能是动画制作方 有意会制的 综上所述 四叶家拥有擅长精神干预戏 魔法的魔法师 以及天生具备强力特种魔法 演算领域的魔法师 这两类 然后是从四叶家的名字 和元老院的系统来看 东到清波在未来 是一个重要人物 最后是四叶家空白的第二代家主 很可能是四叶采梦 今天差不多就讲到这里 各位有什么想法 欢迎留言指教 喜欢我们的内容 就请点个赞订阅 随时关注我们 弹幕会你带来更多精彩动漫内容 我们下期再会